说到攻击,我们的社会正在遭到攻击 不用说什么保守派基督徒,甚至连基本常识也在遭受攻击 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要承受左派的压力在职场上、生活上、教育上 但是事实就是,他们的目的是小孩,而且是我们的小孩 这个星期有一位在Las Vegas,Clarke County 的妈妈 抗议当地的学区 因为学校要他的小孩,不只是看一个色情的文章,然后做报告 还要背书,把那些色情的文章背下来 然后在全班的面前做报告,还要演给同学看 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学区的回应是什么 I'm going to read you an assignment given to my 15-year-old daughter at a local high school. This will be horrifying for me to read to you,but that will give you perspective on how she must have felt when her teacher required her to memorize this and to act it out in front of her entire class I don't love you.It's not you.It's just,I don't like your dick or any dick in that case.I cheated,Jo I'm sorry Excuse me,I do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Forgive me,I we're not using profanity.Are you I have the time back,that's relevant I should talk Okay The teacher required my daughter to read,memorize this and read this pornographic material Excuse me,please don't engage with the audience Okay So please continue your public comment,your time is,you've got one minute and 19 seconds I ask you simply,this is a public meeting,I ask for decorum I'm asking Dr.Jara,thank you so much,Dr.Jara If you don't want me to read it to you,what was that like for my 15 year old daughter to have to memorize pornographic material 你有聽到在觀眾席裡面有人嗆她說那些都是政治宣傳啊? 是啊,的確,那就是政治宣傳啊 而且是學校給小孩的政治宣傳 然後當那個媽媽問校董會,你不想要聽這些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給我的小孩當作業 他們就把他的麥克風靜音了 那些校董會的大人 不想要聽到那些充滿色情跟變態的文章 但是他們覺得15歲的小女孩應該要讀這些東西 而且演給他們的同學看 所以你仔細想想看剛剛那個影片發生的事情 有些東西是小孩在學校的必修內容 不但不尊重他們 而且在絕大多數的公開場合是違法的 他們要小孩做一些事情跟行為 如果任何一個大人去做的話 基本上是違法的 基本上是會被關起來的 就像說如果今天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在街上走 你拿著剛剛那位發言的媽媽讀的內容給那個小孩的話 你鐵定被抓,你鐵定進監獄 但是學校的老師可以指派那個樣子的功課給你的小孩 然後校董會假裝沒這回事了 他們說給你的小孩聽就好了 我才不要聽這些噁心的東西了 另外一個新聞 Fairfax公立學校打算懲處使用錯誤性別的學生 停課懲罰 裡面講到Fairfax的這個公立學校打算要把錯誤使用性別代詞的學生懲罰 Level 4 Offense 最高會有5天的停校處罰 那Level 4 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說說看Level 5 Offense 是什麼? Level 5 Offense 是殺人、性侵 所以這還不是最誇張的一間學校 等等就會提到更誇張的學校了 那Level 4 Offense 是什麼呢? 4級的校園犯罪是什麼呢? 是攻擊傷害、偷盜跟縱火 所以放一把火把學校燒了 或者你可以叫一個腦子錯亂的男同學He 類似那種Tomato tomato 的概念 更糟糕的是 這個樣子的學校創造出來的校規 是從高中一直到幼稚園的學生 把這個樣子的道德壓力給一個幼稚園的小孩 對嗎? 學校正在使用這些言行俊法來逼迫我們的小孩說謊 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我沒有 我從小到大我爸媽都告訴我說不可以說謊 但是我們要我們的幼稚園的小孩選擇事實 或者是他們的學業成績 我們大人都沒辦法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很多的這個大人、牧師、基督徒 都會認為這些東西不符合事實 但是沒差啦,他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教會成長最重要 但是他們卻要給小孩這個樣子的壓力 讓一個七歲的小孩一定要否定事實 不然就要承受社會異樣的眼光 甚至毀滅未來的學業成就 以前我上學的時候 如果學生使用正確的文法或正確的英文的單字的話 是會受到嘉獎的 是會得到什麼貼紙的 現在使用這些正確的文法的學生 會被停校 甚至會被退學 然後現在在每一個小時都可以改變自己性別的世界 他們要你的小孩跟上別人思想裡面的性別代詞 逼他們說謊 而且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謊 這個樣子不會更傷害小孩跟這個社會嗎? 不知道 而且這些也不在Fairfax這個學區的考慮範圍內 就算Glenn Youngkin是現在他們的州長 他們還是要洗腦跟傷害你的小孩 這個星期五 Nizi Nails將會首次在Morovia Old Town下午的Farmers Market擺攤 想要試用一下Tenfree的指甲油跟一般的指甲油有什麼不同嗎? 歡迎五月二十號星期五下午去 Old Town Morovia 試用看看 Nizi Nails無毒無害快乾 顏色又飽滿又豐富又眾多 在網路上看到的顏色不夠清楚嗎? 歡迎當天親自去看一眼 我當天也會在那邊幫忙 五二零是個只有年輕人在過的節日吧 我愛你 怎麼這麼肉麻啊? 不過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 跟自己的另一半出來走走呢? 重新回到年輕的時光 總之 Nizi Nails希望大家這個星期有個 輕鬆的下午 一起去 Old Town Morovia 走一走 然後購買漂亮的指甲油吧 去之前也可以上 www.nijila.com 看自己喜歡的顏色當天購買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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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